而瑞瑟湘两年一度的嘎吐伐亥丰收节 上周13号圆满落幕 而瑞瑟湘头目联姻会在今天就特别邀请了事务组长 部落妇女领袖进行传统Baglang慰绕并检讨 部落头目一致肯定乡公所的努力 也建议未来能够提升年轻族人参与的诱因与意愿 两年一度的瑞瑟湘嘎嘎吐伐亥丰收节 上周13号圆满落幕 从瑞瑟吴老部落伐木的歌语舞 加拿那部落得力助历史歌谣 还是纪录战部落记录着伐木产业的歌舞文化 不仅是忠实呈现各部落独有的歌谣舞蹈 也让现场所有人进一步认识部落受原住民族 智慧财产权保护的传统歌舞令人震撼 活动结束后 日子乡头目联姻会也依循阿美族传统 在各大小记忆活动结束后 必定举行把个让仪式 透过相互慰绕 相互其勉 并进行工作检讨 作为未来执行办理的准则衣归 这次工作团队都很认真很负责了 其实是也没有什么缺失 那其实我们要改进的就是 年轻的几乎都没有回来 我们是建议说下一次还有机会的时候 改用那个不一定在母亲节前一天 早五月份的那一个日子 有长假的时候 年轻的才有参与 因为这个卡德巴海已经第四届了 希望下一次的第五届 年轻人都共襄盛级 日子乡头目联姻会邀集 部落事务组长 部落妇女干部 以及村长奉同召开传统 巴格朗慰绕检讨会 呼吁部落青年提高对部落的关注力 同时也期免未来活动能够强化诱因 增加族人甚至游客民众的参与意愿 记者是越南瑞瑞采访报导 原创流 5分钟 1转型 2转型 2转型 4转型